中国媳妇 寒泪问天 为何端遥远 往事飘离 爱去似云烟 为爱吃点 为情与念 总是泪流幻灭 也奈何停 深深催泪烈烈 几两深渊游戏 几两深渊游戏 你能去 变苍白容颜 寒山足隔 你我两眼 深深催泪烈烈烈 几两深渊游戏 你能去 你今更新 因不复见 阿红尘似梦 回诺言 回诺言 深深深催泪烈烈烈 几两深渊游戏 向下 你今更新 因不复见 阿红尘似梦 回诺言 阿红尘伯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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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来 小心 坐 老夫人 你没事吧 把铁子给我捡起来 捡哪 老夫人 叫你一捡你就捡哪 是是是 老夫人 把铁子送去给少奶奶 叫她继续吹 坏掉了 去呀 好 是是是 老夫人 您别生气 我这就去 这就去 老夫人 您怎么了 了了 我让不下去了 我受不了了 叫你个林宛如 尽快离开高家 少奶奶 小香 你怎么又回来了 是不是妈 还有什么事情啊 我 我 你说呀 怎么不说话 少奶奶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夫人 要我把铁子还给你 他还说 让你继续吹 公主 这衣服您先别洗了 为什么 用井水洗的衣服 硬 穿起来会不舒服 这往常 王沈都是拿到西边去洗的 你是说 要到西边去洗呀 是啊 不过呢 这里离西边实在太远了 你怀有身孕 我看这样好了 要不 我就先老夫人将就店 这衣服用井水洗就可以了 不用劝吗 我到西边去洗就是了 可是少奶奶 您挺着肚子 又要端这些衣服 我担心 这路途太遥远了 没事的 我会小心的 这个家安宁太久 是该来场风雨 再来场风景 �太太了 我 我 汗泪温天 为何断遥远 光是飘零 爱却似余年 为爱却似余年 为情愿余年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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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香 什么事啊 小香 你知道吗 从今天开始 少奶奶啊 不仅要做我们做的事情 而且 而且还要到小溪边去洗衣服 是啊 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少爷平时那么疼我们 少奶奶又那么善良 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 不得啊 你快点想想办法嘛 有了 小香 就这样 从明天开始呢 我们也到小溪边 帮少奶奶洗衣服 好不好 福德啊福德 我说你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让少奶奶去溪边洗衣服 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的 我们要是去帮忙的话 万一让那个赵有良知道了 又会来罚我们了 碰到了再说嘛 总之 咱们从明天开始 一定要帮少奶奶的忙 好吧 那就这么定了 那好吧 小香 我先回去休息了 早点睡吧 你快点啊 快点啊 你快吧 你快吧 我拿个洞子 救你救你救你 万珠 你别闹了 我准备干活的 你别闹了 行不行啊 你不要再得了 万如啊 时间过得可真快 我想 你在膏甲一定过得很好 也很幸福 过去我一直在想 等长大以后 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我能永远地照顾你 万如 我真的很喜欢你 希望你过得好 真的希望你过得好 明辉 这几天 我不能再吹笛子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又惹妈生气了 她把笛子也摔坏了 我觉得 一定是我这个做媳妇的 做得不好 所以才惹得妈很生气 明辉 我对不起你 我真的对不起你 你放心 我想 只要是妈吩咐我的事情 我一定努力做得更好 希望有一天 妈会改变对我的承接 少奶奶 少奶奶 我们来帮你拿吧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少奶奶 还是我来帮你拿吧 让我来吧 福德小香 你们干什么 你们去哪里 我们已经说好了 帮你到西边去洗衣服 少奶奶 我们走吧 不用了 这是我自己该做的事 来 给我 让我来吧 少奶奶 你就不要再逞强了 好不好 你看看你肚子都这么大了 还要做那么多事 不要再逞强了 就交给我们吧 福德 我说不行 就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对啊 明明就是有人在欺负你 住口 不许你们乱说 是我自己闯的祸 少奶奶 你哪有错啊 自从你进了高家 一切都做得那么好 我看 分明是老夫人她们 在找你麻烦吗 小香 别这么说 是我自己 不懂高家的规矩 要不然 妈怎么会气得 把笛子给摔坏了呢 她没有当面教训我 已经是对我很宽容了 你们俩怎么能怪她呢 惨了惨了 少奶奶 你简直就是太善良了 明明就是因为少爷不在 那个赵有良 她挑拨老夫人欺负你 你还帮他们说话 我要是少爷 我现在就给赵有良 左一拳 右一拳 我再踹着一脚 对 这个人啊 该打 你们两个都别再说了 去忙你们的吧 把衣服给我 我去洗 可是 少奶奶 别可是 你们俩再这样 我就要生气了 那不是婉儒吗 停车 停车 她怎么会在这里 婉儒 真喜 您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 你脸色好苍白啊 有吗 这 这衣服是怎么回事啊 你该不会是当了少奶奶 还要自己跑到西边来洗衣服吧 是不是 你婆婆虐待你了 春喜 你误会了 是我自己要到西边洗衣服的 我想啊 这样有助于生产吗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必跑这么远来洗衣服啊 行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其实我一个人出来 没有关系的 以后啊 还是让小香陪着你比较好 要是路上有什么闪失 可就麻烦了 我知道了 对了 永祥不是准备离开寒香楼吗 他现在钱凑齐了吗 还差一些 这样吗 把这个交给永祥 一起凑凑看 看够不够我换红衣的钱 这 这可是永祥送给你的结婚礼物 你应该留着做纪念呢 春喜 我始终觉得 如果这个金镯子 它可以换得永祥光明的虔诚 对我来说那也是值得的 来 春喜 收下它 永祥 这些拿去给红衣 春喜 还是留着替自己入身用吧 永祥 谢谢你替我着想 但是 实现你的理想 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不是我送给宛如的结婚礼物吗 没错 不过 他让我还给你 去换你的自由身 不 这只金镯 我不可能拿回来 你的钱 我也绝不会接受 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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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你要去哪里啊 把金镯还给宛如 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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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周先生来找我们家少奶奶 请问宛如在家吗 真是不巧 我们家少奶奶跟老夫人出远门了 大概要十天后才回来 宛如她跟老夫人出去了 听你这么说 她一定是过得很幸福了 那是当然了 我们家少爷可是最爱少奶奶的 自从少奶奶嫁进高家之后 她又勤快又懂事 我们家老夫人特别喜欢她 那我就放心了 谢谢啊 谢谢你们高家这么厚爱宛如 应该的 应该的 那 周先生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您尽量吩咐我 我一定帮您转达 如果周先生信不顾我的话 那等我们少奶奶回来 我再请她到您府上拜访 不用了 宛如现在有硬在身 我不想她这样来回奔波 这个就麻烦赵总管 转交给你家少奶奶 这金镯是 没什么 你还给她就是了 好 我一定亲自送到我们少奶奶手上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您慢走 您说 这是周永祥送给李宛如的 是啊 是她刚刚拿来的 我骗她说少奶奶不在家 她才转交给我的 周永祥 为什么要送这个给宛如啊 她说 这是她跟少奶奶 以前的定情信物 什么 这是周永祥 跟林宛如定情的信物 她还说 就算少奶奶已经嫁人了 还是希望 她能够好好地保存这个信物 这个周永祥 真大胆 她明明知道林宛如 已经嫁人了 她还把这个金镯子送来干什么 老夫人 我就说嘛 这少奶奶跟她关系非同一般呢 你是说 去 去把那个林宛如给我叫过来 我要问问她 到底是何居心 难道 难道 他们正如你所说的 私通款曲 老夫人 请您息怒啊 您不是说过吗 您一直希望 锦方跟少爷能够结尾伦理 如果您这个想法还没有改变的话 那么这只金镯 就可以让少爷 跟少奶奶离婚 如果您能够结尾伦理 这只金镯子 你是替永祥还债 虽然还差一点 但是秦红衣成全 让永祥早点离开寒香楼 早日却实现他的理想 春夕 你这么做会不会有点傻 你替永祥还债 那你自己呢 你难道不想离开寒香楼吗 我想 我当然想 但是永祥比我更需要早点离开这里 你这么想 真是难能可贵 我真是羡慕永祥 但是 你这么做 值得吗 是啊 俊哥说得没错 你也应该为你自己的将来着想啊 谢谢红衣的关心 但是 只要永祥能够离开这里 我就很高兴了 红衣 就请你答应吧 俊哥 你觉得这件事情 红衣 既然春喜这么说了 你就答应她吧 好 春喜 我答应你 永祥可以自由了 红衣 你答应了 你答应了 你呀 真是个傻丫头 谢谢红衣 谢谢俊哥 谢谢红衣 俊哥 在 你去把永祥的戒指拿来吧 是 红衣 还有件事情我要拜托你 千万不要让永祥知道是我替他还了债 红衣 春喜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永祥 红衣答应让你离开寒香楼了 是这样的 你说的那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所以我决定让你提前离开寒香楼 至于债务方面的事情嘛 只要你每月按时还就可以了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红衣 这是永祥的戒指 给永祥吧 永祥 红衣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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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衣 谢谢红衣 谢谢红衣 谢谢 谢谢 少奶奶 福德 少奶奶 这个 是我从溪边 给你挑回来的水 今天呢 你在家里洗就行了 你帮我挑细水回来了 福德 真谢谢你啊 少奶奶 你谢什么呀 这是我应该做的 来来来 我帮你洗衣服吧 福德 谢谢您 这些都是妈的衣服 还是让我来洗吧 这 少奶奶 您现在怀孕了 应该多注意休息 还是让我来帮你洗衣服吧 没关系 福德 这些事情我都做惯了 让我来吧 没事的 少奶奶 那 那我帮您披柴吧 啊 呀 啊 啊 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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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好消息 少奶奶 少爷要回来了 少爷要回来了 真的 明辉 明辉要回来了 是啊 今天赵总管收到了少爷的电报 说少爷过几天就会回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少奶奶 恭喜你 恭喜你啊 恭喜少奶奶 你终于可以跟少爷相聚了 恭喜啊少奶奶 恭喜你啊少奶奶 明辉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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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阿姨 表哥要回家了 您还要表嫂继续住小库房吗 是不是 该让她搬回来住了 本来以为 明辉回来之前 她会受不了 离开高家 现在明辉回来了 我还真不想 让他们两个住在一块呢 老夫人 您说得没错 不过 少爷若是知道 少奶奶她住在小库房 又做杂役粗活的话 她心中势必不快 所以 您有良遣见 还是让少奶奶 搬过来住吧 好吧 那就让她 暂时 搬回房间去吧 老夫人 虽然 少奶奶暂时 可以搬回少爷的房间 不过 你得提防她 可能在少爷面前乱告状 杨嫂她不是那种人 这你们可都看错了 你看 老夫人想尽办法 要让她离开高家 但是她呢 却始终赖着不走 倘若 少爷回来之后 也不知道 少奶奶会在她面前 乱说些什么话 也许到时候 少爷就会听她的 那势必 会影响老夫人 你们母子之间的关系 所以为了高家好 老夫人 您不得不慎重啊 小心 宦如啊 从今天起 你就住回自己的房间吧 谢谢妈 谢谢 妈 请坐 其实妈 一直都是很疼你的 虽然有的时候 比较严厉一点 那是因为 爱之深 则之怯的 对吧 我知道 宛如的确有很多地方 做得不好 你能这么想 我就放心了 不过 虽然宛如不是个好媳妇 但是妈 您丢的钱 真的不是我偷的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咱们就不要再提了 同样的 像你住小库房 还有 笛子的事 还有就是我丢钱 在你房间发现的事情 这些都过去了 咱们就不要再提了 我不会跟明辉说任何事的 就像妈说的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不会再提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听话乖巧的媳妇 你不认识 今天呢 我特意上街 给你挑了两件衣服 还有一对耳环 你看看喜不喜欢 谢谢妈 谢谢 另外 我还替福德挑了一件衣服 你把我拿去给他 好 好 赵永良和老夫人 虐待少奶奶的事啊 我待会儿一定要告诉少爷 好替少奶奶出口运气 福德 少奶奶 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啊 一定是因为少爷要回来了 所以才打扮成这个样子的 少奶奶 好久没有见你 打扮成这个样子了 真是想不明白 老夫人为什么要虐待你 福德 你别这么说 其实妈对我很好的 你看我这身新衣服 还有我的这副耳环 都是妈送给我的 黄鼠狼给鸡拜年 不知道安得什么心意 福德 你怎么这么说妈呢 你瞧 她也送了你一件 赶紧换上吧 我才不会穿呢 为什么 少奶奶 你没听说过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吗 这老夫人呢 就是想用这件衣服 封住我的嘴 好不让我啊 跟少爷 说她跟赵有良 虐待你的事 我已经说过了 他们没有虐待我 我做错了很多事 妈是在教我 什么 少奶奶 他们把你关在 那个小护房里 让你整天 媳妇 劈柴 让你干粗活 还不是虐待你啊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不必再提 况且 我也不希望明辉 一回到家 就为了我的事 和妈且争执 所谓家和万事兴嘛 我们同为一家人 图的不就是大家 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的吗 负德 答应我 你什么都别跟少爷说 好吗 你 这衣服你快换上吧 好 好 这 怎么会全身发痒呢 穿上这衣服 怎么会全身发痒呢 这感觉也不对嘛 还是不要穿喽 这样就对了 少爷 你坐好了啊 这样就可以去接少爷了 这如果 我不穿老夫人送给我的衣服的话 那老夫人 一定会去想 是少奶奶故意怂恿我 要我去跟少爷告状 那么 老夫人以后 肯定还会去找少奶奶的麻烦 这 这 哎呀 这 这可怎么办呢 如果 我把这件衣服穿在外面 这样不就好了吗 嘿嘿嘿 对 这样就可以了 我请我离开这里了 住了那么多年 心里真有点舍不得 永祥 红衣 春喜 你今天要离开寒香楼了 我们来送送你 谢谢你 红衣 给 祝你从此彭妃千里 一飞冲天 谢谢 收起来吧 永祥 我没什么好送你的 只有这个香袋 约你平安 是 春喜 你什么都不用送我 你的关爱和情意 就是最好的礼物 来 这个 你自己留着吧 永祥 春喜 你别难过 虽然我离开了寒香楼 但是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不 你不要再回寒香楼了 好 我答应你 我不会再回寒香楼 我会在我的小屋 等着你 福德 我去南洋州的时间 家里一切都还好吗 好 怎么会不好呢 少爷 家里突然有了一个 不用发良想的佣人 他能够好吗 家里面怎么会有不用给良想 又吃苦奈劳的佣人呢 对呀 这就是老夫人的厉害之处嘛 福德 你拉车拉得满头是汗 怎么不把你的外套脱掉呀 少爷 脱不得 这我可脱不得呀 如果脱了的话 家里可就有人 要爱老夫人和那个赵有良的骂咯 你说什么呢 妈跟有良会骂谁呀 少爷 总之我这件衣服啊 是脱不得地 少爷 坐稳了啊 老夫人 少爷回来了 明慧回来了 明慧啊 明慧你可回来了 妈 你怎么瘦了 每天忙生活作息不正常 不过您放心吧 我身体好得很 倒是妈 这段时间还好吗 我呀 我很好好 来来来 坐坐坐 那快坐 您好我就放心了 喜风啊 谢谢这段时间照顾我妈 宛如呢 怎么没有看到宛如啊 妈 您的衣服我已经烫好了 宛如 明慧 宛如 少爷 您会呢 谢谢我 谁 你好呢 你来 我没有带我 有什么没有带你 你去哪里 宛如 我当然好了 李慧啊 这是你最爱吃的佛跳墙 妈妈特意为你做的 快尝尝 谢谢妈 宛容 来 我妈做的佛跳墙 特别特别好吃 多吃一点 谢谢啊 宛容 宛容 怎么一段时间不见你 好像瘦了一圈 我 没什么 大概是怀孕后没有食欲 所以才瘦了一圈 那赶快多吃一点 好 有粮啊 老夫人 到外面去看看是什么声音吵死人了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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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奶奶 这 福德 福德 你没事送把斧头给宛如干嘛 这 福德 胡闹什么 快把斧头拿出去 是 老夫人 妈妈吃 宛如 福德干嘛没事送你一把斧头 没什么 福德这个人哪 就是疯疯癫癫的 别理他 来 吃吃吃 是啊 来 屌嫂 多吃点鱼 以后生出来的宝宝才会更聪明 谢谢 谢谢 快吃 说真的 在南洋的时候 我恨不得长一双翅膀 可以天天飞回来看你 胡说 说得这么好听 那为什么我只收到你一封信呢 可是我每三天都写一封信给你啊 骗人 我什么都没有收到 我是真的写了 可是奇怪了你怎么被收到呢 好了没关系 我知道你忙 谁啊 少爷 是我 进来吧 少爷 福德 你怎么送两个空水桶过来 难道 难道又是要送给少奶奶的 不是 我呀 只想跟少奶奶说 少奶奶 我现在要去西边挑水 明天你要用水呢 随时都可以 那我先走了啊 你们早点休息啊 宛如啊 家里不是有井吗 怎么还要去挑溪水呢 是 是他们说孕妇会吸水比较好 送你 你喜欢吗 来 我帮你戴上 好漂亮 好 你 你怎么了 你肚子不舒服 我去请大夫 不用请大夫了 是我们的宝宝 在肚子里面踢我 宝宝在踢你 好 让爸爸来听听 宝宝踢妈妈哪里 我来听听 碧辉 你说 这是个男孩 还是女孩 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都爱 因为他是我们的宝宝 万如啊 怎么你的手好像变粗了 而且还长了茧 你是不是在家里做家务事 可是家里不是有下人 是不是 妈叫你去做的 妈没有让我做事 是我想多运动运动 有助于生产 多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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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让礼物来去似云烟 为爱是点 为情与念 总是每个缓年 也奈何停 深深催泪连连 凄凉深渊阳险 冰冷水 鞭藏白容颜 寒山足隔 你我两愿 深深催泪连连 凄凉深渊阳险 一见断线 因不复见 阿红尘似梦 回诺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